法国政府动用宪法条款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 进一步点燃反年改的民怨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这之后进一步表示 他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实施退休新制 即便他要承受失去民心的代价 这项法案最让法国人民感到愤怒的是 将原本62岁的退休年龄提高两年到64岁 法国人民为了让政府撤回这一项改革 全国各地自1月中以来已经掀起好几波的大规模抗议 八大工会也串联罢工 掀起了自2018年底 抗议政府加征蓝油碎的黄备新运动以来 法国再度出现的最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 在民怨沸腾下各地的反年改抗议活动 包括首都巴黎市政府的垃圾清洁工发动罢工 导致街头累积了近万顿的垃圾 抗议者并在示威活动中放火燃烧这些垃圾 警方则是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 在多个地方引发警民冲突 不仅如此 烈油厂、发电厂和铁路劳工也发动多次的罢工 冲击全国运输、发电和燃料供应 而即使面临排山倒海的民怨以及反对派的不满 法国政府坚持这一项退休金改革 法国总理伯纳在3月16日祭出了终极绝招 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 在不必经过国民议会投票的情况下 就直接通过了这项灵改法案 这进一步点燃法国人民的怒火 认为民主规则已经遭到破坏 在这之后 马克宏政府面临到左右一政党的夹击 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尽管他最后惊险挺过了国会两项不信任投票 不过在强烈民意反对之下 他的政治危机还没有终结 马克宏曾经多次强调 在人们平均寿命增加的情况之下 若不改革目前的体制 法国年金将会面临破产 根据统计数据 法国的GDP平均14.8 都贡献在退休金支付上 高于欧洲整体平均值的11.6% 因此为了改革法国负债累累的退休金制度 马克宏将年金改革列为他本届任期 也就是他最后一个任期的重要市政内容 面对法国人对年金改革案的愤怒 马克宏强调 为了避免年金破产 这项改革实在必行 在心智下 这也是法国人不愿意买单这项改革的主要原因 一名参与抗议的巴黎大学生说 退休心智跟他们息息相关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长辈将被迫多工作两年 现在的年轻人在未来还可能面临更恶劣的状况 因为我们是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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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在离开的我们 我们有过来的疫情 我们是被决定的疫情 我们是被决定的疫情 在离开枪的离开枪 我们是一个年轻人 从来自然而生的力量 在新年金制度即将在年底前付诸实行下 反年改的法国民众已经扬言 会持续扩大示威和罢工 而马克宏要如何在实现年改目标的同时 避免国内再次因为抗争而陷入动荡 正持续考验着他的政府 杨广编译张亚涵报道